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见1016毫大雨期间 桃园18岁的正姓女子15号的晚间23点多 行经牛斗大桥之后便没有再看见女子的身影 而在16号的凌晨1点多 女子自士林站则返往宜兰方向驶离 也因此最后在18号 她的机车在台七线70.3公里处 被发现遭到土石掩埋 女子的手机还在机车的置物柜内 但不见正姓女子身影 就在人员开挖机车周边的土石 以及下切到山坡扩大搜寻 至今都没有见到失踪的正姓女子 景象目前仍持续在搜救当中 消防局表示正姓女子在16号的凌晨约1点 骑乘机车由名池方向往桃园80方向 行经台七线49.8公里桃园辖区时 因为实际上是在山坡扩大搜寻 实施预防性的封闭 车辆无法通行 因此又折返往宜兰方向行驶 期间以手机与她的妈妈来通电话 表示身子很冷 而在清晨5点58分通话 表示因为身上没有带钱 也没有前往名池山庄休息 而之后正妈妈多次的通话 就没有得到回应 宜兰新闻记者史世民采访报导 好 好